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阿弟诉说你的恩典 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要多吃有印象的食物 去我们要戴口罩 如果还没有打疫苗 再去打一个疫苗 要打两次的 才比较安全一些 那我们去提拖祷告 主耶稣 谢谢你今天 这样我们这美好的机会 可以学习聆听你的话 祝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让我们分享的 我们听到的 都得到力量 我们封业 章四十节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这个非常的简单 胆怯这个字 然后呢 有一个故事 然后有一群人呢 在看电视 然后一个女孩子 他的朋友随口问了 其中一个人说 小柯 你在寻找什么 小柯认真的回答说 我在寻找一个方法 不叫我恐惧 影响我的决定 其实呢 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 并没意识到对方 只是问他 你在看什么节目 这没想到的 一个这个广告 会给这个人 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 他能够明白 同理可怜的小柯 因为有时 恐惧 也似乎 掌控了 我的生活 让我感到很惭愧 其实问的人 有的时候 也是因为这个恐惧呢 而害怕 所以 这群小孩子 这年轻人 在聊天的时候 在看电视的时候 就有一个 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 免不了 有的时候 会有一点急怕 所以耶稣呢 的门徒呢 也经历了 恐惧 强大的力量 所以 有人说 牧师啊 这些耶稣的门徒 一定是很了不起 我说不是 耶稣的门徒也是人 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发生了什么事情 耶稣在他们的船 他们要渡海 然后呢 到加利利海里呢 突然起了暴风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 三十五到三十七节 门徒先就恐急 甚至以为耶稣在睡觉 应该是不再赋予他们 因而他们呢 喊叫说 父子啊 我们伤命了 你不顾我们吗 你看 想想一下 彼得是了不起的 怡夫 他打一打了几十年 他应该很懂得 怎么去应付 这个暴风雨 对不对 他也呢 没办法 因为呢 人是有限的 所以呢 他们 很怕 发生了什么事情 门徒陷入恐惧 甚至呢 以为 耶稣在睡觉 然后呢 应该是不在乎他们 因为他们很久 说不止在我们上面 你不顾我们吗 恐惧呢 扭弃了门徒的眼光 这个恐惧来到了 他们完全呢 没有看到耶稣跟他们同在 他们就看到这个暴风雨 比耶稣还要更大 所以他们害怕 使他们看不见耶稣的美意 耶稣 指着风和海之后 第三十九节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 静 一静下来 全部都静了 然后呢 耶稣向门徒 出了两个 一针见血的问题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这些门徒跟随耶稣 以前看到耶稣 行过了很多很多的神迹 但是当他们面临 暴风雨的时候 当他们面临狂风 暴雨的时候 他们完全忘记了 忘记了什么呢 忘记了耶稣 曾经祝福他们 帮助他们 其实呢 暴风雨 也在我们的生命 生活中呢 引进过来 对不对 我们每人生 每一个人 都会有碰见 我们人生的暴风雨 但耶稣的问题 可以帮助我们 以正确的眼光 看待内心的恐惧 所以呢 耶稣的话语 能够帮助我们 看待内心的恐惧 祂的第一个问题 要我们 思考自己 有那些恐惧 我们要思考 我们的恐惧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 是要我们将那些 负面的感受 交托给祂 我们哪一个地方 我们有恐惧 我们知道了 就交给祂 那求主是我们 属灵的眼光 即便在人生 最猛烈的风暴中 也能看见祂 如何引导我们 继续前行 你说牧师 我怎么知道 好 如果你是上班的话 你突然间在你公司 觉得你的上司 对你不好 或者同事 对你有偏见 你就把他交给耶稣 你知道 这个上司有问题 对你有偏见 你祷告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 将那些 负面的感受 交托给神 就告诉了耶稣 然后我们的恐惧 是我们的上司 我们的同事 我们就把他 交过 拖给耶稣 不要用负面来看 用正面来看 主会给我们 什么力量呢 来克服 来对待 我们的上司 我们的同事 一定会的 因为耶稣 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 所以祂一定会帮助你 战胜 你的这个问题 只要你坦白地告诉他 那你现在呢 可能你在面临 什么样的风暴 我也不知道 在警察 隔浪中 你如何将恐惧和情绪 交给耶稣呢 很简单 告诉他 你的问题 告诉他 你的忧力 告诉他 你的恐惧 告诉耶稣 你的一切 祂一定会帮助你的 铁定会帮助你 好 我们就提出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慈爱的天父 主耶稣 谢谢祢 在我们人生中的暴风雨中 仍然与我们同在 主啊 当我们面对暴风 怒涛时呢 主 帮助我们 能天天向祢 倾诉 将恐惧 谢给祢 交托给祢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有祢 这么好的一个阿爸父 这么好的一个朋友 这么好的神 谢谢你 主 就你给我们力量 可以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 我们奉耶稣的名 把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企业 全部都仰望都交托在你手里 奉耶稣的名 先上赶 耶和华是我的主 你不知动摇 有耶和华的帮助 还要去谁呢 耶和华是我的华 你不知缺乏 你不知缺乏 有耶和华做我 惊喜 你缺乱的神 耶和华是我 我思维的盾盘 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 叹齐痛的一生 衣袖虽然有福气 早前我们比欢呼 你是我的贪 是我的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